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龙年大吉 大家不知道我笑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前几天 梅西在中国被很多中国小粉红喊入华 甚至啊 嚣张的中国网红纷纷带头出来捡球鹰 四千名 结果一天不到 暖心的事件大反转 这些网红恰恰没想到 他们做假的把柄 被中国网友自己原踢爆了 中国网友纷纷检举 这些所有的网红 基本上全部是造假 根本就没有撕球衣 首先我们来看看 这些中国网红造假翻车的详细的内容 待会我们还会提到 他们这些造假的源头 他们的这些产品的来源在哪里 首先呢 我们看到中国有一个不是百万的 台湾很多讲百万网红 中国的很多的知名网红都是千万级的 那中国一个知名的网红 他有两千多万的粉丝 他就直接把这个球衣给剪掉了 但是事后他的评论区留言区全部翻车 因为仔细的观众朋友们都发现 他剪的不是同一件 我们看到在原版这个梅西签名的这个球衣 数字的旁边蓝色的线条是比较窄的 可是在他剪掉的这只球衣 在那个数字旁边露出来的蓝色的部分的线条 是比较粗大的 在这个风波持续了一天之后呢 他也没有回应 他只是把他的这个拍摄 剪梅西球衣的这一段影片 这个作品直接删除 也真的是太暖心了 他也被他的粉丝狂嘛 说这个蹭流量的行为为了钱呢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位网红 小蜜大家已经看过他剪梅西球衣的这一段影片 那这一位网红被他的粉丝踢爆 他剪掉的球衣 他背后是没有签名的 然而在他没有剪之前展示出来的 他背后是有签名的 所以一个有签名 一个被剪掉的是没有签名的 所以他也是两个球衣 也难怪很多中国网友表示不剪 那么贵的衣服 他们说剪就剪是真的爱国吗 还是为了这个流量 为了钱继续赚流量 继续割韭菜 所以说为什么一开始很多人不理解 原来这些都是假的 暴舔天悟当初都是几万块钱 十几万块钱收来的 对吧 就这么就浪费了吗 那你钱也不是大风飘来的 大家挣钱都挺辛苦的 是吧 所以呢 我决定我现在收购 好吧 很多大为拿剪的 他拿剪的没心的球衣啊 我跟你说剪的根本不是一件 根本不是千名的件 他不然就博多流量 赚点流量 然后好带货呀 还是还怎么整个怎么变线呢 那是纯骗人的吗 大为对什么网不独的 今天那么骂梅西 明天他可能移民西班牙 你信明天 他这么惨 不愧是广大的中国网友 又发现了这些衣服的源头来自哪里 就是中国的网路电商平台 像是知名的电商平台 拼多多还有淘宝 维店这些知名的购物网站上面 都有卖梅西的这些亲笔签名的衣服 对 官方宣称都是亲笔签名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良心的卖家 他主动说出这些是高仿的 我们就看到在中国的购物网站上面 就有卖梅西的签名衣服 那当然有些比较良心的上面写的高仿签名 29块钱 还有的是24小时发货定制签名 这个梅西的签名他还可以定制 到底是真签名还是假签名 你要个怎样的签名 我帮你定制一下 写在哪里 写在衣服的右上角 还是正中间还是背后 我们都可以定制 这个梅西也真的够挺忙的 那还有衣服是说 球星同款快速发货 这个右上角写着附赠签名证书 所以说梅西的这个签名 还可以给你定制一个证书 这个商家也绝对是非常暖心的 应该这个世界上找不到 比中国卖家还有更加暖心的商家了 这个真的太难得了 还有卖家说 真实手写还原笔记 后面都说了要还原梅西的笔记 前面说是真实手写 当然这个也能理解了 他说的这个真实手写 可能是跟我刚刚理解的不一样 他真实手写讲的这个真 是他自己手写的 当然他没有加这个 前面没有加一个指代人称 说这是梅西啊 没有说是真实梅西手写 所以说这个也能原谅 就是来忽悠一些不够细心的 中国的韭菜 中国的这些网购的消费者 你不仔细看你也不懂吧 人家也有理啊 到时候你也要投诉 我说我写的没错 真实手写 我在家里面帮你写的呀 我也没说是真实梅西手写 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标题写的真够耸动的 真实手写还原笔记 当然他的右下角还写了些小字说 还原度全网最高 右边还配备了一个仿真的这个签名的证书 哈哈哈哈 也太暖心了 那另外还有卖家写三件送签名 然后这个梅西的 我不太懂足球啊 但是至少这么国际巨星 你他的球衣 你买三件就可以送签名 这个也太廉价了吧 还只要34块5 哈哈哈哈 哎呀 这个梅西看到真的是要吐血啊 那还有中国的商家写 你看这些衣服才100块 那后面写的团队定制 其实在中国啊 这些衣服都可以定制的 这个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们自己大陆的同胞都知道 这一衣服的成本也就几十块钱 你在上面定制什么图案 非常的简而易举 那你在上面用自己手写一个 模仿一个梅西的签名 别人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对不对 你跟梅西写的一模一样 而且是真实手写的 那个都是真实的用墨水写上去的 你能说这是假的吗 打印上去的吗 也不会啊 所以有些商家还打出那个官方的口号说 我们是真实手写的 因为有些商家可能这个考量到成本 他们是直接打印上去的 把梅西的签名直接用电脑列印在上面 所以定制出来的时候都不需要手写 他已经暖心的把你定制打印在上面了 但是有些比较良心的卖家 他就是比较暖心的 他说真实手写 也就是在家里面我帮你手写 太暖心了 那还有中国的商家说 这个太暖心了 我这个上气不接下气 他说批发实践送剪刀 这个更暖心了 也就是说他也知道现在全国的观众 这个球迷都是非常的生气 但是这个光买球衣也不行呢 你没有剪刀 当然有些人家里面是没有剪刀的嘛 那我直接给你送一个剪刀 他上面写了 当然他这个营销策略也比较好 你要买实践 所以说批发实践送剪刀 不要剪直接送的 你说暖不暖心呢 这个都不让你想好了 后面还有个夸号里面说 包签名 这样才比较真实嘛 对吧 你说你剪掉了一个20多块 几十块的这个球衣 你还能翻本 为什么 你把这个影片拍下来 你把梅西球衣剪掉 发到网络上还可以赚钱 对吧 赚爱国流量 爱国财 对吧 所以说这个商家还是挺暖心的 送一把剪刀 还说了要包签名 意思就是 因为比其他人剪的 都是有带签名的 你今天拍个 那个影片 想要赚爱国流量 结果你的没有签名 人家也不买单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商家考量到 最近的这个网络的热点 他也很暖心 送剪刀 还夸号里面告诉你 我们是包签名的 保证里面是有签名的 所以你拍起来的时候 也比较真实嘛 然后啊 他这个商品图里面还说了 低价放心剪 所以说你剪一件也没关系 剪两件也没关系 你想剪几件就剪几件 你剪的越多 只能代表你越爱国 对不对 所以这些商家非常的暖心 你看价格也不贵 对吧 才一百块 一百块 啊 梅西的这个签名 梅西千万不要看我的影片 这个梅西如果看到真的要吐血 他的这个亲笔签名 在中国卖的这么便宜 那梅西的这个事件 我们就看出了中国的一些网红啊 他们造假剪这个球衣 他们在干嘛 就是骗这些小粉红 骗中国的网友 骗他们的流量 典型的赚爱国钱 赚爱国流量 那这些商家也是做的如同一策啊 消费这些中国球迷的情绪啊 这些商家深知现在球迷的情绪 是非常生气的 所以就借着他们的情绪 卖这些造假的产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情的 舆论的发展 基本上就是中国的一些网红跟商家 他们双方都想要看到的 因为他们是最大的获利方 把他们的粉丝啊 荧幕前的观众啊 骗得团团转 那另外除了中国网红的这些乱象 还有中国商家的这些乱象 其实这些观众啊 中国的网友也没有闲着 中国网友啊 也是参与其中的 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中国网友啊 在网络上纷纷的像文革式的到处去 检举一些中国的商家 说他入华 说那些商家支持梅西 很显然的 有些商家并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说他们曾经跟梅西合作过 相关的贴文并没有删除 然后呢 包括像是中国的一家快递公司 叫吉兔快递 纷纷被中国人自己人抵制 所以说梅西没有抵制成功 梅西也没有伤到他三寸还是七寸 中国人自己伤到了七寸三寸 中国人开始自己像文革式的 在网络上互相检举 互相揭发 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 一直以为吉兔是靠拼多多心情的想快递 结果今天收到他家的快递车 你猜猜他的代言人是谁 梅西 吉兔快递我想问问你 你家是不是要晃了 这是干啥呀 我想问问呢 咋的呀这是 这什么就快递现在就是 已经这么牛逼了吗 梅西在香港之情和日本之情 吉兔这次算是看上色了 这件事也有知情人的透露 他并不是网络上想的那么简单 他其实就是梅西的团队 跟中国的主办方 他们之间在合约上面存在着 法律的问题 合约没有谈拢 所以说梅西 他很显然他可能是随便找个理由 他也 当然我们是开玩笑说他入华 其实他做一个国际巨星 他不会做入华这种事的 可能就是说他们合约没有谈拢 对于中国的这个主办方做法 这种消极的抵抗 其中一个是 合同的问题因为主办方一直没敢公布合同 所以可能是合同签的 他比如说他可能分两档 他签的第一档 然后收最高价 明想不到主办方 他们都很开心的 他们都 暗地里都在笑呢 钱到手了呀 这些人能做什么呢 这些人什么都做不了 钱都已经到手了 这个主办方非常的腐败 最好的位置 至少你在大陆是绝对买不到的 你放心吧 而且我跟你说 非常好的位置 有一些都是空着的 这是我亲眼所见 怎么空着的呢 票被送出去 接收的人根本不在乎这些 回到合同的问题 合同的问题就是 刚才其实也说过了 这个很简单 有不同的合同 当然对应着不同的价格 主办方选择了 很便宜的一个合同 但是对球迷去收着 最高最高的价格 到这个问题的出现 当然说辱华的 其实也就是开玩笑 但是真正喊辱华的 是中国人民 中国这些网友 一开始就喊梅西 你只要不按 中国的这些做法做 你就是辱华 客观来讲梅西作为国际巨星 他也没必要入华 对不对 梅西这次也在私下 会见了很多的一些球迷 商业的活动 甚至还参加了公益活动 你能说这是入华吗 很显然就是小讽在那边喊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有中国网友就留言说 梅西就是典型的日本人 这样羞辱 中国简直比日本人还过分 亏我还看过他的球赛 以后该抵制了 中国人该行刑了 足球这种东西还是别看了 干 足球不是我们发明的吗 这个时候怎么喊抵制足球了 这些小讽啊 这个爱国情怀一上来 这个脑子都不好使了 开始像智障一样 他接着说 现在终于理解为啥 中国足球踢得这么烂 毕竟这是境外体育 这明明是中国发明的足球啊 你们能不能把历史学好一点 天天说爱国自己中国的历史都没有学好 还有网友连说会不会是因为上次梅西来中国 因为护照的事情被刁难 所以记恨在心 这次故意恶心咱们 我觉得这也太幼稚了吧 他以为他是谁啊 他以为他是谁 他是梅西啊 你倒是谁啊 你是小粉红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有网友留言说 梅西做成这样太难看了 去日本就跳得快要起飞了 在中国就东亚病夫跑不动了 明摆着故意入华 抵日吧家人们 求一我也准备剪掉了 虽然可能是淘宝假货 你看这个网友也知道是假货 但也必须剪掉 我先剪了 家人们哭哭 今天也是新年嘛 所以说看到这些东西真的啊 整个心情都变好了 也感谢这一年来 这些小粉红送的笑料 让我们过得这么开心 陈老师在这里 感谢大家2023年 一年以来的持续的支持跟关注 希望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万亿 万事大吉 龙年吉祥 来年还要继续支持陈老师 当然不用发红包 我看到今天陆陆续续就有很多网友 给我发红包 像是这些超级留言 我觉得没必要 在这个影片下面发 陈老师新年快乐就好了 当然有些忠实的粉丝 想要执意透过抖内的方式来支持我 那我会将其中的一部分来进行做供应 那希望2024年台湾越来越好 2024年台湾人越来越好 那萤幕前的我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得越来越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